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最近很多人一直問我說下一個颱風什麼時候來 現在來看的話我們先看這個 影響颱風的 第一個一定是要有一些擾動 現在的確是有一些擾動 但是這個擾動似乎都不夠集中也不夠密 這整個來說的話 這整個大低壓帶還沒有形成 那另外一個是 足以導引他的就是太平洋高壓 現在太平洋高壓的位置 各位來看這個最強就在這個地方 他基本上還沒有完全犧牲過來 因為還有一些系統在這個地方稍微擋了他一下 所以這個太平洋高壓要很快的犧牲過來 還要一段時間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他的趨勢是逐漸往 這個我們這個東亞這個地方不斷的在靠近當中 所以下禮拜天氣大致上 還是屬於晴朗炎熱高溫 預計太平洋高壓很快就影響過來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他是一步一步的進逼 甚至有時候退有時候進 但是長遠來看的話 7到10天內都是太平洋高壓影響的時候 那太平洋高壓如果在這個地方影響的話 那如果有颱風 當然就會順著這個 高壓會邊緣會接近到台灣 所以 這個時間點呢 這種8月下旬到9月 中下旬 本來就是颱風 很容易接近台灣的時候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在南部很多災區 特別是比較脆弱的地方 一定要花點時間 看到這一些地方的教訓 大家一定有記憶猶心 看不要看好戲要做點事情 至少把這個 水溝清淤一下 很重要 那台灣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附近呢 有一些這個雲系 不過呢這個雲系就在邊邊 這個雲系看起來很多 但是都不是很明顯的有對流性的降雨 只有 造成我們一些零星的 那加上我們這個台灣 附近明顯缺的這個偏東南風 這個東南風 其實 大概會對東部有一些影響 但是今天沒有發展起來 所以預計的明後天大概 這個另外菲律賓南邊 這個東南風的水氣會進來 所以明天東南部 可能有一些降雨 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的未來 這一個 這一些水氣 會隨著這個太平洋高壓增強 會慢慢的減弱 所以 大致上的未來7到10天 都是很熱的天氣 那有沒有颱風 7到10天內目前 還要觀察 但是這7到10天內 應該不會有那麼快接近到台灣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好好把握這未來7到10天內 穩定的天氣 要做準備 不要說 台灣要 就等 堵一下 等颱風會不會來 今天來說的話 還是有一些 局部的震雨發生 不過 蠻零星的 那預計未來情況呢 其實 受到這邊南邊有個低壓 菲律賓這邊 原來這個 擾洞變成低壓的影響 可能會稍微對我們的 南方 南部 有一些這個 午後的震雨的情況 那封面還是維持在這個地方 那太平洋高壓會在犧牲 所以這個 預計未來下個禮拜 大致上呢 是在一個各種勢力 在那個地方 慢慢的角力 慢慢的變化 台灣呢就在這個附近 佔據一個 中央的位置 很像每個勢力都有一些影響 影響並不是很大 所以 目前來看的話 明天 東南部 還有西半部 還是有些午後 短暫性震雨的機會 週一週二也是如此 週三週四呢 太平洋高壓影響之下會變得更熱 很熱 大概就不大會下雨了 等於是明後兩天可能有點下雨的機會 週三週四就是高壓影響 不大會下雨 很熱很熱 請大家特別留意 風的部分來說的話 這幾天持續吹的偏 東南風 東南風的話 其實 對東部來說的話就容易下雨 所以剛剛那個雨是為什麼這兩天 可能會這個 菲律賓旁邊這個小小的低壓有一點接近的影響 所以 可能有一些降雨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溫度的話 就持續會變得更熱 我們看一下台灣北部的溫度 35、6度 未來這幾天 很熱很熱 真的很熱 熱浪天又來了 看到這個溫度 就讓人有點擔心 因為這麼熱的天氣 不是說 開冷氣就好 因為各位想過這個用電就是一個很大的巔峰 中午的時間點 其實真的 這麼熱的溫度還是要開電冷氣 但是這個用電的壓力就很大 請大家要多留意一下 預計下個禮拜就是很熱的天氣 南部也很熱 33到34度 清晨的低溫度是28 78度 所以這個是真的很熱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這個太平洋高壓 下週 逐漸的增強 將轉為 白天高溫 午後正午的天氣形態 留意熱浪的天氣 濕度很高 那這個時候呢 戶外穿著要 穿這種輕便的 而且容易排汗的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另外呢最近其實 相對的7到10天內相對的是比較安定的 比較穩定的沒有颱風接近 請大家務必呢 趕快做好一些準備的工作 房台不是說颱風前才來做 現在就要做